大家好,我是陈子 我家小朋友说很久都没有吃这种蟹了 他说想吃,所以买了一点 然后买了一点年糕跟他一起焖 今天蟹挺小吃的,所以也不贵 先给他扎一刀,等他挂掉了再来洗 这个是长不大的那种本地的鸡鱼 这种包汤挺好喝的 老板已经把里面给我弄干净了 等一下再清洗一下就行了 这个是吃小豆 有的人就分不清吃小豆跟红豆的区别 吃小豆这种细细的长长的 红豆是圆圆的大大的 这个胡萝卜跟粉葛 也是跟鸡鱼和吃小豆一起煲汤的 这块猪肉等一下切一点 跟鸡鱼煲汤 剩下的就剁碎 跟这个咸的黄瓜蒸来吃 这种黄瓜比较咸 要多泡一会儿 用来煎鸡蛋也很好吃 青菜就是上海青跟蘑菇 起锅烧油 把清洗干净的鸡鱼放进来煎一下 煎了两面金黄之后 就放到炖汤的锅里面去 这点受热火就没飞水了 直接放进来 把刚刚准备的胡萝卜那些 还有吃小豆都放进来 再来点姜片跟橙皮 煮开之后呢 转小火 煲一个小时左右 咸黄瓜我泡了挺久 用清水也洗了几遍了 切碎之后呢 就把它放到搅碎的肉末里面去 加一点生抽跟花生油 搅拌均匀之后呢 再放一点葱姜水进去 这个就不需要再加盐调味了 因为有黄瓜的咸味就足够了 搅匀之后把它放到盘子里 然后呢用勺子给它铺平一下 水开上锅蒸个10到12分钟左右 如果肉比较厚呢 可以蒸久一点 现在这个花蟹也差不多挂掉了 给它刷干净之后 对半切开 起锅烧油 然后呢把蟹的切面 粘一层薄薄的淀粉 放下去煎 粘一层淀粉煎一下 蟹的肉就不会跑出来了 虽然这个蟹很瘦 没啥肉 也要尊重一下它呀 再把蟹饺和蟹壳倒进去翻炒一下 炒香之后放姜蒜和葱白下去翻炒出香味 之后呢再把年糕倒进来 翻炒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加入适量的生抽跟盐调下味 然后呢给它翻拌均匀 加入适量的水进去 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把年糕焖软 里面焖透一下 放点葱进去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种兰花蟹的肉质很鲜甜又很嫩 随便炒一炒就很好吃了 年糕软软糯糯的 也吸足了兰花蟹的鲜味 味道不错哟 锅里面水烧开之后 放一点油跟盐进去 然后呢把菜梗和蘑菇放下去先烫一下 再把菜叶子倒进去烫到变色 就可以捞出来啦 起锅烧油 放点蒜下去 把烫好的青菜倒进来 翻炒均匀之后 加入适量的生抽和盐来调一下味 很多人吐槽我 炒个青菜也要放生抽 这个真的是个人习惯 我觉得放一点比不放要好吃 汤煮的差不多了 浇适量的盐来调一下 我也非常好喝的鲫鱼汤就完成啦 猪肉蒸好之后 撒点葱花来点缀一下 简单的生菜一趟就全部完成啦